你好 孙教练 大家好 我是孙领风 刚才片子里边 那个强棒天使基地的创始人 也是孩子们的教练 我呢 以前是咱们 中国的棒球运动员 在国家队服役了15年 后来退役了以后 做了这么一个事 看过这部影片的人 会有很深的印象 孙教练指导的这一帮棒球小子 那么并不是说 像我们可能想象中 家庭条件优越才能打棒球 然后要花很多的学费 才能学棒球 因为我身边有学棒球的孩子 那真的是虽然也辛苦 但是花费很高 咱们这些孩子 其实都是一些 那个偏远山区 那个就是用我的话讲 就是没法按正常逻辑 长大成人的孩子 就比如说有一些 孤儿啦 家里有重大灾难的这些孩子 他们其实是身体健康的 他们只是缺一个机会 我就从现在咱们基地的孩子 大概有全国十个省的孩子 就把他弄到我们北京的基地 完了给他一个 以棒球为核心的全方位教育 完了让他们能够真正长大成人 显示咱们的中国力量 那招募这些孩子们 训练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 其实在这方面还好 还真不是最难的 他们其实最需要改的是什么 是从他的基本素养开始 怎么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 先做人 先学为怎么做人 再说怎么去运动 怎么有规矩 怎么有教养 完了之后学习文化课知识 完了之后 当有文化做底蕴的时候 再学体育运动 真正的体育人才 他一定是一个复合式人才 他绝对不是光专业好 那么给我们举个例子 您心目中印象很深的 变化很大的一个孩子 那就咱俩刚才 马虎是吗 马虎 让他举例 因为他是在咱们当时 那个片子里比较出彩的 对 他到进基地之前 其实就是在当地 不好好上学 就是搞怪 就是给人家玻璃砸了 完了呢 吃粉笔头 他其实只是希望 获取别人的关注而已 到了基地以后 我们就给到他们 用各种爱吧 就去照顾他 完了呢 让他发现 真正他做得好 他跟别人团结 他去帮助别人 会获取更多的关注 那这会儿 他自己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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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变化了 那现在其实 马虎已经变成一个 球技非常好 又非常乐于助人 而且呢 能力还倍儿强 而且素质素养 还不错的一个孩子 就是他其实这种变化 其实是让我们最欣慰 那这些孩子们 多长时间能出成绩呢 现在咱们的基地成立了 今年是第六个年头 大概有二十多个全国冠军 有一个亚洲冠军 还有一个世界第七 哎呦 真棒 那从最初 可能孩子也不多 到现在六年过去了 咱这队伍扩张到多大了 有多少孩子 在您这儿受训 从最开始七个 完了以后八个 十个 十二个 十五个 二十个 到现在是六十八个 哇 六十多个孩子 那现在这个狮子团队 也得比以前更大了吧 是 现在你看 咱们的孩子 跟大人的比例是二比一 就是基本上是 要三十多个教职员工 四十多个 你要满足他的学习 训练 生活 后勤 行政 包括这等等等等 这些 就是你哪个位置都不能缺 因为最开始几个孩子 我一耳就够了 后来 你看电影 我师父 包括很多老师 很多教练 还包括生活的 因为随着孩子的成长 我们以前来十岁的孩子 现在已经十六了 他已经进入青春期了 而且他们就有向国际上 冲锋的机会了 你就要找到什么 世界最顶级的教练 来教他们 他们才能走得更高 所以你就要不停地 在吸收更高阶的 这种教育者 我知道其实您 这是一个公益项目 但是这么一百多号人的 衣食住行 这费用也挺庞大的 是 怎么去实现这个供给呢 我们今天是第六个年头 已经搬了四次家了 那个因为种种原因啊 拆迁啊等等 就是我在带着孩子们 不停地搬 其实最难应该是 在19年的时候 19年当时是 资金链断裂 基地拆迁 完了呢 我父亲呢 又到了那个 癌症晚期 到最后期的那个阶段 当时我就感觉 就是有点 无路可走了 完了后来我身体 也承受不住了 完了当时就是 心机梗死 直接 您也心梗了 四个支架 哇 就送了医院 当时大夫就说 你如果再来 晚来五分钟 你就没救了 后来不就是给 伤药 完了抢救 这个和你劳累 压力都有关系 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这整个这个 比较困难的时刻 是怎么挺过来 除了您的身体 那个时候 我已经到什么状态了 我把车买了 我还能发两个月的工资 我还让孩子们 能吃上饭 吃上饭两个月 当时我想 我再发这一个月 下一个月 我真没有 那我只能跟孩子们 说对不起 我尽力了 对吧 完了当时呢 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真的 一个朋友就出现了 他就真的就 就是出手了 而这个出手 其实让孩子们 又活下来了